新闻头条 首先看到 第八次江城会明天登场 海协会长陈云林 今天下午抵达桃源机场 而现场则是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 呼吁各界关注 被中共非法拘押的 法轮功学员中顶帮 而陈云林在台湾的 第一个参访行程 去到木下动物园 看猫熊团团和圆圆 不过在参观的时候 旁边则是有台电圆圆 近距离高喊 释放中顶帮 陈云林抵达台湾 在桃源机场守候的 法轮功学员 喊口号要求中共释放中顶帮 随后陈云林的车队 在几粒护送下 前往圆山饭店 陈云林第一天在台湾的参访行程 由台北市长好龙斌接待 参观台北市木炸动物园 而陈云林一走进猫熊馆 旁边则是有台电的成员 高喊要求中共释放中顶帮 面对突如其来的抗议 陈云林与好龙斌江明昆 一起走进电梯 没有回头 到会场聆听似于猫熊的简报 不过离开会场的时候 陈云林则是再度遇上 要求释放中顶帮的口号 立即释放中顶帮 立即释放中顶帮 原本陈云林安排两个参访行程 不过因为班机延误 而取消另外一个行程 为期三天的八次江城会 在外界要求释放中顶帮的声音中展开 预计接下来几天 民间团体还会有更多动作 要求中共无罪释放中顶帮 新唐人雅特电视综合报道